議員,來… 甚麼事? 住客在眾人點評網表揚我們的服務好 是嗎? 是嗎?有你功勞的 你知道嗎? 最近你不是提議了管理條例嗎? 很有效,很幫忙 老闆娘,你懂得用人 那就順便表揚你 傻乖伶俐,活該你升人工 教導老闆娘 表妹 喂,怎樣?表妹 細衣入了醫院? 這樣嚴重嗎? 你…你不要激動… 這樣,我立即通知阿Dee 然後帶我們媽媽打,明天馬上回去 好嗎? 辛苦你了 老闆娘,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 但你要我幫你站管旅館 用這麼大的責任,我真的擔不起 難來扶不上癢 這樣的 我那個細衣在潮州住了醫院 我的表妹一支工,拿手不成勢 所以我和媽媽打,還有我阿Dee 明天就一起回去潮州照顧她 最起碼等她老人家出院了 那我才能回廣州 對嗎? 那我不在廣州這段時間了 那肯定要找一個有筋兜的人 幫我筋筋眼,是嗎? 我也知道,光光兩夫婦上學了 對… 那…但還要那個五萬佐哥 三叔是國家幹部 他怎麼可以隨便請假呢? 還有,阿拉叔最近很忙 他最多只有星期六日才有空 你指望他,簡直就是山蟲拐獎 還有,我兒子最近幫阿菲眼帶斷 到現在還未回來 師前上後,辛苦你了 但還有冰冰 不需要指望我 因為我知道自己幾跟幾兩 而且要你暫時管理女館 是不要向老闆娘提出的 對… 你們真的相信我? 這樣的情況下,只有… 奶奶… 那我們做事… 喂…奶奶 是呀…怎樣? 你幫我找到了暫時管理女館的人選嗎? 誰呢? 表果餅? 姑姑呢… 就知道我聰明 想叫我幫她看著家園 不過你說去到廣州 看著那間這樣的旅館呢… 我不用精神了 我汪汶炳的理想是做大樹的 如果今次去到的話 都好…是吧? 以前呢… 阿善她們在這裡堵爛堵 現在呢… 她們全部都消失了 我話說算 我想怎樣就怎樣 想起來… 真是… 有些心花牢貨 黃經理好 做事… 黃經理喝茶 知道嗎? 可以嗎? 你那些不是叫理想 你那些叫做妄想、幻想 你不去我去廣州 我和那班跳舞班姐妹約好了 參加一個形體訓練班 大概大半個月左右 你知不知道 那個專業班的老師 巡迴廣州很難得 我不想失去這個機會 阿善啊 想起來這樣 大家一槍親戚 那就看在姑姐墳上 是吧? 又知道你呢 現在找不到人幫你忙 這麼可憐 那就讓我這個菜生出來 幫幫你吧 那我等你呢 你以為你好興奮嗎? 我現在求你散春 以為不是婆婆吩咐 我不用理會你 老闆,你真的要走 對 沒辦法了 我婆婆吩咐 叫表哥炳 暫時代理我們旅館的業務 那你們就乖乖 按媽媽的意思做就是 幫我盯緊她 來吧 接著來吧 接著來吧 來吧 來吧 既然有領導 我們肯定會跟她好好相處 不過 之前聽冰冰說 丙叔幾年前來旅館做的代經理 都已經搞到這件事了 那些都是幾年前的事 正所謂 對呀,一個孫妹就兩個運 今時不同的往日 再說吧 最多就是過兩個星期 甚麼都可以過 有甚麼事 打電話跟我聯繫 遇到大事了 等我回來再處理 老闆娘,我們明白你的意思 對呀 那我們都會好好地配合丙經理 做好一點工作 嗯 是黃經理 對 配合好黃經理 對 還有跟學姐會好好相處 對… 你們兩個角色拿我就放心 那我先去趕車 表哥、丙哥 接下來就辛苦你老人家了 沒甚麼事,我去趕車了 好話好話 有我在,你儘管放心去 這句話怎麼這麼暗義 暗義時 現在就走的嗎 對呀… 那你去趕車吧 好… 再見 再見,老闆 好,再見… 坐在那裡,哪一處開會可以 是嗎 聽這份話就要站起來 開會 開會 茶也沒有一杯 煮甚麼樣子 要有茶水 有些水果放在那裡才煮開會 噢… 沒你醒目 阿炳 你最近有幾聲韓咖 那些綠茶 沙冷水果吃少一點 領導發燕 阿炳 外人不要炸完過病 你怎麼不肯賣 你吃菜 對了,月圓 你送給我幾樣化妝品 很好用 謝謝你 我省錢不用買 明天我上午度過 一宜用它 不用客氣 阿姐 其實那些東西都我多出來 最重要是你適合 好嗎 你這小妹 怎麼會 這麼快去 你又懂得收買領導身邊的親嫂 你真是胡說 我出賣的東西 不妨礙你們開會 看來看去 旅館每個房間 價錢都不一樣 有些是二令一 有些是二令二 黃經理 你現在看的不是我們的數寶 是我們平時的房間事務登記冊 上面的數字 不是二百零二元 二百零一元 是房間號二令一房 二令二房 可能我們最近換了新的登記冊 丙叔看不明白 對 我當然看得明白 我特意說錯 我要錯誤你們 只是對業務熟悟熟悉 你真是 還死雞撐飯趕 不懂就跟人學一下 月圓 不如你進房間 教我化妝 好 走吧 丙叔 你有甚麼不明白 可以問一下月圓 因為她在業務上 比我強很多 還有就是 萬萬未找你回來幫忙之前 老闆娘打算找月圓代替 管理旅館 我還有工作 我先走了 喂喂喂 命開完妹 是否能走了 難怪月圓的小妹 鬆暴鬆爺 原來有後台的 一隻打工妹 拿著雞毛當名字 我堂堂總經理坐在那裡 我就誤信我看著你 喂月圓 你幫我化妝 多上鏡 我那些跳舞的姐妹 每個人都點讚 化到整個猴子屎 一到下癲癲癲癲 做甚麼 好不抵得我 現在變成年輕了 變成漂亮了 這麼有本事 就自己變成漂亮老佛 穿空穿綠 小丑衣服 抹粉套珠 臉愛神癡 好心你便慢走她 哎呀 幸好我身手好 娥姐 我拿了一瓶卸妝水給你 那你到時候想幾時卸就幾時卸 如果說得漂亮 可以多拍幾張照 多謝你月圓 不用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居然跟我唱對台戲 那人家有說錯嗎 不然現在人家私人的事 你便沒有權管 如果私人的事 我便沒有權管 如果她在工作 有甚麼行叉搭錯 她便知道錯 你說我精乖淚淚 那是否值得你給多一點細心 我每次進來這間旅館住 幾時少得過不給你 居然命目張談 文的黑暗落少廢 我喪心病狂到我 不止第一處 我喪心病狂到我 我喪心病狂到我 月圓你都夠膽死了 敗壞我們湯湯泥灣人家的名聲 今晚還不給我團到井 你亂了甚麼 在我旅館範圍內 明目張膽和住客 咿咿咿咿咿咿還要收錢 簡直無法無天 你都夠浪死了 我立即打電話給阿善 抄了你這個職業道德敗壞的靚妹 喂喂 你別陪我女兒 老爸我不要動手 他是康家臨時派來的黃經理 蛤 他是你老爸 你們發生甚麼事 丙叔 這個是月圓的爸爸 你弄錯了 他們兩父女這麼好感情 我對我的女兒 從來都不會太重 你不要鬥 替我女兒道歉 道甚麼歉 他又無村無難 你剛剛那番話 就是人生攻擊 我攻甚麼攻擊 喂 老實說 我只是怪錯他兩句 他輕了一兩句 你是他老爸 你叫我女兒 打工呢 就要老老實實 不要不照正 不要下下得罪老闆 是呀 傻瓜 喂喂喂喂 你做錯事還要罵我女兒 爸爸 我不管她是甚麼人 反而她習慣我女兒就不對 我怎能讓我女兒受委屈呢 老爸 算了 算 不可能 你千萬別動手啊 好 我不動手 我動口 我唱她 這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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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還捨得走 嘿 臨走前 寫一首歌 唱給你 我又抹大雙眼 看看你想怎樣 不你馬眼黃偶鼻 嘴尖面口小泳泳 不是讚你喔 你怕牙右手 生線 生拉人滿臉 兩腳浮腫啊 永不笑退 追逼你練功偶鼻 成年流鼻涕兼 擁擠 你個頭 蚪梳 又不細 又不理 臥 你這麼賤 這麼賤 了是 鬥非 臭皮了 黃經理 跪到怕了 你那個浸 腿 嘩 老爸 好棒 太棒了,唱到他躲起來了,好可憐 月圓,你爸爸那麼厲害,自彈自唱 不過,爸爸,這些疾人的歌好像不夠正能 我們下次再唱一些正點 那女兒叫到,一定可以的 話說回來,其實先頭我們鬥這些詞 就是想疾那個王經理,他這樣欺負你 對嗎?話說回來,你搞不搞定他 放心吧,爸爸,我搞得定了 真的? 爸爸,你記住一句話 不是不報,事實未到 行了,爸爸,爸爸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來,我送你走,不用擔心,放心 我真是想不到月圓的小女孩這麼記受 好心理啦 這件事由頭到尾就你自己理虧 冤家而解不宜結 你不怕心得到喉嚨定的話 你最好就靜靜經經跟月圓道歉 不可能的 我是老闆,她是打工妹 我有什麼理由認得威勇她道歉 你就不怕自己咬下牙齒印? 人家報復你嗎? 她在爸爸面前只有嘴巴 她不夠膽做什麼手腳 她不怕 為何我視魂這麼高 自己會吐傷自己呢? 多煮啦 貨物充滿,事不退完 喂,叔叔 這雙鞋子我半小時前才買的 你看,現在已經爛成這樣了 你還不是廁所? 你有什麼理由不退錢? 你再在我那裡咬咬咬咬咬 我找過頭做,趕你走 什麼機會你這麼兇死的人 阿嬸,阿嬸,走 喂,城管 我們小區有人買那些劣質產品 我要實名舉報她 是啊,而且那些態度 哇,橫斑斑,極度不負責任 快點來查處她 嘩,懂得捕貝借 哦,我扣出一隻手指 原來是提醒我 金手指出現 果然看過她做了我的老豆 她要報復的話 會不會在二十年前捕到貝借 說我得罪了客人 然後趕我出街 扣到貝借 啊,如果是這樣 你真的鋪到貝借 你看你啊 又是想若非非了 當然是嘛 就是說 如果有人損害過她 他一轉透 他就放暗箭 秋後算帳 啊 那個人是賣鞋老 損害消費者權益 月圓這樣做是維權 不是放暗箭 更何況 你又沒有損害過他利益 他做甚麼要放你暗箭 那我冤枉過他 還有 我罵過他老頭 那都沒有損害到他實質權益 再說 人家裡面會像你這麼小器 爹爹放在心裡 磚了牛角尖 唉 你真是這麼害怕 你就老老實實 正正經經跟月圓道翻設協 那天都光亮了 叫老闆幫我公仔道歉 你真是傻眼的 就算你是老闆打公仔也要尊重 唉 你這些 倒連轉頭失曬傳統 我說你蒸一食股不化 跟你說都浪費 記得拖買那邊 哦 哦 喂 阿炳 嗯 喂 阿炳叫你回來幫忙打理這家旅館 不是叫你回來 吊吊吊做一手掌櫃 什麼都指望月圓馮兵兵 你過不過份點啊 那我是負責管理的嘛 我不是負責下手下腳做事的 那他們收了薪工當然要做事的 是不是 難道請他們回去吃飯 你現在當一間旅館離開的嗎 你真是老闆 假的那一隻 掌握冒頭髮 我剛才看到一個視頻 你看看這裡 這個視頻 看到雞皮都起了 這個大象不小心 就踩上了一個蟻豆 然後那些蟻 就把大象全身生生氣 慢慢慢慢吃掉 很噁心 所以說 小角色雖然不夠大波士大隻 但是正所謂 蟻多生氣死醬 只要懂得用力 懂得穩定埋手 一定可以捕到手 好像有氣餡 我還有衣服未來 我先把衣服拿起來 黃經理 我們中午不如一起叫外賣吧 和你點個白斬雞拼燒排骨 讓我先想一想 老闆 你訂了飯 剛剛好 100元 100元? 喂 我只是訂了 說扔雞拼燒排骨 雙拼飯而已 你訂的是200元 他們的當然是80元 令你說 你會付出所有的錢 什麼? 這就是賺我賺錢? 這個臭女吧 肯定有借過機會 你屈我付錢 都說不用了 我一向都不喜歡吃一盒飯 令你訂的飯到了 麻煩你 再見 拜拜 拜拜 不過原來是他付錢的 你好 我姓周 昨天打電話過來訂房 這個是我的身分證 你好 周先生 你等等 可以了,周先生 可以入住了 對了 快過吃晚的時間了 你吃了飯了嗎 還沒有 不知道你這裡 可否可以幫忙訂服務呢 我今天剛好訂了 雙拼飯買二送一 我們經理說不吃 多了一盒出來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送給你吃 這位客官 其實這個盒飯 這位是我們的經理 他一向都不喜歡吃盒飯 黃經理 那我先送客人進去入住 好嗎 阿三,這邊 這麼棒 馬上拼了 差點忘記了 謝謝 真是臭 一塊兒 我的天啊 就是 那一塊兒 那我來 在這塊兒 一起 真的 沒有 我去 我去 其的 你 在那邊 我愛你 我愛你 你 我愛你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